好膩就是對不對 但我後來有補強嘛 對不對 雖然產前做過了 至少伸出來的時候再做一次 看看是不是都正常 好 問題就來了 因為 因為他常常會有一些項目 是告訴你說 不正常要你在追蹤的 你看這些病看起來都很恐怖有沒有 對啊 結果拿不上一波跟你說 你的小孩兩側攝氏管 摸下小囊種 我小孩 腦袋裡有個洞 好像很恐怖 對 我故意寫在這邊這幾個 通通都是假疾病 簡單講 我說那報告會進到你家 他說我知道 我說進到你家的時候 你先不要害怕 上面寫這邊有一個洞 一個狹窄一個什麼 通通不要理他 電話推銷保單線請多 反悔可退費 電話行銷也是保險很重要的 一種廣告對不對 有 我就被退銷成功過 因為在語言上的行銷 你沒有回答 它是代表那麼熱的 Pow Center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永遠指指 當你收到保單 把簽收回調寄出的那一天算錢 往後推十天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是可以 全額退費 爸媽幫小孩子買保險 有買 算觀念還不錯 但是買的對不對 這可以錄對不對 對啊 請問一下我們三位的媽咪 你們都有幫小孩買嗎 有啊 全部都有是不是 全部都有 而且一出生就買 對 想說就是他們不是說 越早買越便宜嗎 對 所以一出生就立刻買 想說應該是最便宜的 靖妹妹妳買了什麼 我跟你說我老大啊 就是買了投資型保單 也買了 老二呢就買了一般的壽險 然後還有就是最後又加了一張 所有重大疾病啊 包括什麼 都給他想好 才一出生就開始幫他保 你將來可能會中風 你將來可能 不是 但是買個保障嘛 真的 妳說到這個就是 事情發生要再來保啊 妳像我那時候我小孩子 我想說我自己是 念保險 自己做過一年的保險 觀念非常清楚 念保險的喔 對 本科系喔 真的 但是呢 我女兒第一胎出生 我整天沈浸在喜悅當中 忘太喜悅的這一面了 對 然後到了 大概小孩七個月 八個月大的時候 三個月裡面 住院了兩次 那時候我看了一下 每一次住院 腳費怎麼那麼貴啊 心好痛是不是 對啊 我忘了幫他保險 好啦 等到我想到 要保險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就像兒子姐說的啦 我開始要去跟保險公司詢問 然後我講說 因為他有上門式趕俊 輪狀病毒 有住院 不好意思 很難保 對 他會一看再看 審核再審核 對 時間拉得很長 是 然後呢 最後他同意我保險 他的條件是 一 保費拉高 喔 二 有上門式趕俊 輪狀病毒這個除外 喔 不給你保在裡面 所以就明明白白這樣講喔 是啊 那怎麼辦呢 那除非你過一年之後 你這些沒有這個症狀了 完全乾乾淨淨 他才可以把這兩項 調回到保單的保障內 真的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出生的時候是 過輕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碰到一個朋友 他就剛好就失業了 然後他就轉行就去做保險了 然後看到我小孩出生 我跟你講這小孩這麼小 然後又這麼難養 我告訴你一定要買保險 講到好像很有道理喔 買 結果要買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你一出生就住保險箱 保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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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就開始查 你在住保溫箱這段期間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疾病 有沒有什麼狀況 然後就要看你的報告 要看這個看那個 我那個時候真的很忙 生完小孩要帶小孩 我哪有心情 但是這積極的保險人員 他就趕快去幫我 把所有事情通通搞定 立刻讓我就去買了這張保單 當孩子一出生 馬上就先幫他買保單對不對 時機點很重要 對 這樣到底對不對 來看一下網路媽媽她的提問 如果小孩該何時買保險最好呢 對 人家說小孩子的保單 雖然說越年輕買越好 但是有個黃金時期喔 好像是喔 是嗎 好像也不見得真的很早買 就最便宜對不對 很難說對不對 過去的保單是可能要 買一個月啦 或者是六個月以後才買 但是因為現在有新的商品 所以他可以十五天就買 所以業務就會很積極說 早點買啊 然後有保單 這樣之類的 對 那最主要是現在孩子 也有很多先天性的疾病 然後像 我有個客戶就是說 他的小孩 因為他是高齡產婦 所以他生出來的小孩子 就是有一點點先天性的心臟病 所以他 可是那種可以買嗎 保險發現 不能嘛 他十五天的時候就跟我說 你趕快來跟我簽名這樣子 那我就說好 那你的小孩子那個 身體的狀況都好嗎 他說 欸 不知道 醫生說報告還沒有出來 那我聽到報告還沒有出來 我就想說 那大概他的小孩子 一定有什麼樣特殊的狀況 那後來就是他的小孩子 真的是在心臟上面有問題 所以他就不能買任何的醫療線保單 你說十五天開始就可以買對不對 十五天我聽說買應該是比較貴的 對 其實因為保險公司 真的假的 太貴了 金打細算 如你竟然還算錯 你看 投資基金賺錢 結果保險還多付 你看 這樣說保險我可能突破 所以到底什麼 多大的時候買還是比較划算 其實以保險的費率來講 尤其小孩子來講的話 正常是說應該是說 如果小孩子六個月到一歲 那個時候你買 保費會最便宜 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他在評估風險上 他會覺得說 那時候小孩子的那個身體的體況 比較穩定 對 然後風險度比較低 所以相對那個保費就會比較便宜 黃醫師 真的這個Baby在十五天以內 那個先天性的 沒有那麼快可以出來的 現在我們那個新生兒篩檢的項目 變得好多 所以我想保險公司應該很高興 在我在這個三五年前 應該是我還是當 一開始當兒科醫生的時候 那時候先天性的這個 我們先天性疾病只是六格 八八八六格血 所以你只能驗出六種 對 先天性的這個代謝性的疾病 所以當你這個 在我們比如說 比如說剛剛說六個月以後 就會比較便宜 可是有些先天性疾病 它可能代謝性的疾病 它是快要一歲的時候 開始吃副食品 然後它這個症狀就會出來 那時候你保險已經保好了 哇 怎麼會得到這麼嚴重的疾病 幸好我們有一個保險 可以幫我們給付 完蛋了 現在這些疾病三天就告訴你了 下禮拜你今天做這個檢查 我們大概好幾項 比以前多好幾倍 所以如果有問題 你很早就會知道了 我們當然是醫療的角度 我們是為了這個孩子好 因為你如果提早知道 這些非常罕見的先天疾病 你可以在飲食上 或有一些可以開始控制 但如果沒有 至少你也自己知道 有一些基因上 看是不是有些新的藥或什麼的 我們會繼續幫他 會處理 但是對保險公司而言 那這個本能它風險降到非常低 因為你有問題的 你該做的檢查 通通都已經在六月之前 什麼都知道了 所以這時候 你如果原本就有問題的話 可能你保險上 就不是那麼的順利 還有一個是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抽血 那現在媽媽很流行 做那個自費超音波檢查 我們醫學院遞張單 要不要做腦部超音波 身上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 身上超音波 看看是不是都正常 好 問題就來了 因為它常常會有一些項目 是告訴你說 不正常讓你在追蹤的 你看這些病 看起來都很恐怖 有沒有 對啊 做個腦部超音波 跟你說你的小孩 兩側射是管磨下小囊種 我小孩腦袋裡有斗 好像很恐怖 對 然後這個痘狀合羽 蚊狀體 血管病變 雖然前面看不懂 但看到病變 血管病變 血管病變 對啊 臉都變了 對 臉都變了 好像很嚴重 心臟超音波 告訴你什麼 有一個什麼軟孔 我不知道什麼在哪裡 但是有個孔 我的心臟 我小孩有個洞 是不是心臟病 對 然後完蛋了 我的小孩腎衰竭了 有一個腎水腫 他就跟你講的腎衰竭 對不對 好 糟糕了 這個時候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的醫療程度 雖然我相信 會比一般病重多 但他們有時候會裝傻 他們想像看不懂 他就跟你講說 真的嗎 你現在當秀山的面 等你做到正常的時候 你再來跟我講 但事實上 像我現在跟你列的這幾個 我故意寫在這邊的這幾個 通通都是 假疾病 我簡單講 假疾病 我如果今天是我的孩子 做超音波做出這個 我哈哈大笑 我就不管他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根本沒有關係 這個兩側是管摩下小囊走 他不會怎麼樣啊 永遠不會怎麼樣 他一直在那邊啊 他不會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血管病變 很多正常的人做起來 都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你是醫生啊 對啊 我們哪懂 他媽媽怎麼會知道 卵圓孔會閉合 他總有一天會閉合的嗎 我總有一天等他 我怎麼會知道他會閉合 對不對 我們看到自己嚇到嚇到嚇死了 你剛剛嚇起來很嚴肅 對 所以這個就是解釋的問題了 每次來我門診的媽媽 因為我們通常 心上超音波會比較晚做 他已經被那個 腦部超音波的聲音 嚇壞了你知道嗎 然後他來看我的時候 我說你今天是不是做 心上超音波 他說對 我說那報告會進到你家 他說我知道 我說進到你家的時候 你先不要害怕 上面寫這邊有一個洞 一個狹窄一個什麼 通通不要理他 等你來看我的時候再說 因為有些媽媽 光收到那個報告 就快回到了 嚇死了當然了 就四處求音 求神拜佛 然後到我跟他說沒關係 蛤 沒關係 蛤 所以醫師很拜託 門診的時候你要講清楚 我也曾經被嚇過 因為我小朋友成長比較慢 然後在燕雪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燕雪不是立刻看到報告 對 燕完血以後呢 他看了你的一些狀況之後 他跟你講說 這個 你要等報告出來才能夠確定 但是呢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疑似 健保很貼心卻hold不住 額外買保險有保障 因為我們家那算是早產 你看帳單應該是 那我大概只付了幾千塊錢 我只付了 如果我沒有健保的話 我就必須要付現金 多數的部分 健保就解不掉 但是額外的花費 除了醫療以外 你家庭的收入的損失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很多保險 其實是你額外再去做增加的 其實是你額外再去做增加的